好的 大家一起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今天史上長孫昌再度到立法院 來針對疫苗的這個採購進度 來進行這個專案報告 但是呢 美國現在推出了新政策 是沒有打完兩劑的這個疫苗 是不能夠入境的 那這有沒有可能影響打高端的民眾 甚至是政府總統呢 孫昌今天有最新說明 趕快來聽聽看 好 那除了疫苗的問題之外呢 今天同時也是五倍券的這個數位 綁定的這個預約上錄的時間 大家也好奇說 市長孫昌自己會不會用這個數位綁定呢 還有說明 趕快來聽聽看 我個人因為今天整天都在立法院 也沒有時間 也還不急 所以也請國人同貓 如果時間許可 就快一點 好 雖然呢 這個數位綁定 在今天呢 這個孫昌必須要在立法院裡頭 不過他還是呼籲啊 大家都能夠透過數位綁定 這樣一來呢 可以減少成本 而且非常方便 還有加碼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